大家好,这里是绿正悟空i4u,今天是2019年6月18号 香港民众反对引渡法修正案的和平示威 在短短的几天呢,就已经演变成了可以堪称是人类史上都是震撼的一个记录 从6月9号,有100万人在香港本土举行了和平游行示威 同时呢,在全球的25个城市同一天也有同步的示威游行 到了6月12号,香港的官方呢,就把这场和平示威呢,定性成暴动 然后香港警方是以不同寻常的人力和手段实施镇压 注意我用的是不同寻常的人力 这个人力呢,涉及到一些相当可疑的问题 这个有机会的话,我还会在一些视频里面跟大家分析 之后呢,就有香港的母亲还有父亲 他们是成立一些团体,站出来生源 就是这些以学生孩子为主体的之前的和平游行示威 再往后6月15号,有一位梁信先生呢,他是站到了一个楼顶 然后呢,他是跌落身亡 发生了这样一个,也就是说 从整个这个游行示威一直是没有重大的伤亡 到了6月15号,就发生了这样一起伤亡事件 那么到这个呢,是相当大的程度上就促成了6月16号 也就是高达200万人的游行示威 所以这个的话,已经是我们从很多视频都可以感受到 他真的是,无论是在香港史上,还是人类文明史上 都可以称得上是史诗性的震撼的记录 那么今天,也就是6月18号,香港时间下午4点呢 香港的特区的最高长官,也就是特首林郑月娥呢 他就召开了一个长达40多分钟不到一个小时的记者招待会 用的是粤语,广东话和英语,双语 我看了一下,而且也看了一下之后的一些媒体的反应 我个人感觉呢,都有一些立场上的偏颇 那我自己呢,也想谈一些我的 因为我一再讲,我的立场呢 是不为任何政治势力站台 只是呢,想从事实和良知的角度 来谈一下我个人的看法 尽量做到没有偏颇 但是恐怕这个也是在所难免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次抗议示威的一个主要诉求 就是抗议引渡法的修订案 那么关于这样一个诉求 林郑月娥在今天的记者招待会上 她是怎么回答的 我提出了几个问题 在这幅设计的方式上 我们有遇到此计划 这幅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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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立场停止了 这幅计划 15军 我还认为 这幅计划 因为这幅计划 这幅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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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ill not proceed again with this legislative exercise If these fears and anxieties could not be adequately addressed And for those who know the legislative rules or procedures The current legislative council term will come to an end in July next year And if the bill because we have no timetable we need more time to address those anxieties If the bill did not make legislative council by July next year it will expire it will no longer have a validity And the government will accept that reality I think I have made this position clear and loud 好 她刚才说的这段话 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她是说 她说她的政府内阁呢 是在15号 是immediately stop the bill 所以她说是15号 她的内阁就已经停止了 这个法案的往下推进 她用的这个词是stop 所以她的意思呢 是非常明显 就是停止了 终止了 就是不仅仅是之前 我们知道那个词 suspend suspend呢只是一个临时的搁置 但她现在用的这个词呢 是stop stop就是到此为止 没有再往后 另外呢 她后来还补充了 她说furthermore 她还补充了什么呢 她说I will not proceed again 所以她说 她不会再把这个法案呢 再往下推进 再有一个呢 她说 目前的这个立法的议会 他们是有一个任期的 而这个任期呢 是到2020年的7月份就终止了 所以说就抗议法案修订 这个议题来说呢 它表达了一个两个层面的意思 一个呢 就是这个法案 它要通过的这个机构 这个议会 它本身呢 是有一个任职期 而这个任职期呢 是明年7月份就终止了 就目前这个法案 已经被叫停的这个情况来看 想在明年这个议会的终止期 也就是她的任职终止期之前 再想把它推进的话 林郑月娥的表示是说 是不太可能 所以这是从议会的那个层面 那么从她本人 她本人作为特首呢 她还有三年的任期 那么这三年的任期呢 她也表达了一个 她自己作为特首的一个意愿 就是说I will not proceed again 也就是她作为特首 行政长官 她也不会去推进 但是我们知道 民众对于这个法案的诉求呢 用的词是withdraw 也就是撤回 而林郑月娥 她在今天的表达方式说 第一是这个法案呢 就是stop停掉了 第二呢 她说她不会再往下推进了 从立法机构来说 也没有可能再往下走了 那么她的这个表述 跟民众的这个诉求之间 有没有一些可能就是不符合民众的这个诉求 我个人是这样觉得 就是说她的这个回答 基本上是从实质意义上的withdraw 因为本身作为一个法案 你就算withdraw的话 你将来也有可能 她会重新提一个新的法案 然后换汤不换药 这样的话呢 仍然是有一个危险的 也就是说本身民众的这个诉求withdraw 她本身实际上官方如果想去 就是给你换汤不换药的话 她也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么对于目前林郑月娥 她的这个答复 对于民众真正所期望的 期望就是说 不要再把类似的 诸如此类换汤不换药的法案 再提出来 再重新拿出来说话的话 我个人觉得呢 是在英国 英国我们知道 它现在的执政党是保守党 那么保守党就 香港民众的这个抗议呢 它有提出了一个主张 它这里面首先说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need a cast iron assurance 也就是说 民众对于这个 撤回引渡法的 这个撤回的主张 必须是什么 像铸铁一样的坚决 也就是 你不可能说是犹犹豫豫 还留有任何一丝希望 再去把它变相通过 那么它在这里面呢 它就更强调了一个 它说 the proposed change must be withdrawn entirely and must not re-emerge in any form at any stage 所以它后面等于是强调了一个 这个很重要 就是它确保 将来不会再被换汤不换药的 比方说是作为一个新的法案 再抛出来 这个是要 就是要确保的 目前呢 无论是从民众的诉求 还是林郑月娥的答复 在这一点上 也就怎么样确保 这个法案 不会在未来的任何一个阶段 再以一种 新瓶装旧旧的方式 再抛出来 这个是需要官方 必须要做出一个 就是像他这里面说的 就是像铸铁一般的一个承诺 这个我认为 林郑月娥 她目前她自己承认了 她说目前 她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公众 对于她这个政府的信任度 如果她想要迎回公众 对于她这个政府的信任度的话 我认为她有必要 按照这里面所说的 也就是不但是 要把目前的这个法案 把它完全的终止掉 而且也要防止 就是类似的法案 以新瓶装旧旧的方式 在未来的某一个阶段 再重新抛出来 所以这个是她要迎回公众 对她的信任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那有人可能说 听你这意思 你好像完全不考虑 公众的另外一个重要诉求 就是要求林郑月娥 下台这个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想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这一次的香港抗议活动当中 一个非常引人瞩目的人物 就是香港 Niko 她呢 是在林郑月娥 今天的记者招待会之后 发了一个推文 我们看一下 她这个推文呢 也并不是她本人的意思 因为她上面写了 是联合群组的一个声明 那么她这个声明里面就讲 说要在6月21号 也就是看政府 看政府是否要达到他们的四点诉求 如果在6月20号下午5点之前 政府没有达到这四点诉求的话 他们会再召集另外一次的行动 所以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四点诉求 它第一条是什么 是撤回修订逃犯条例草案 这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讨论的内容 第二个呢 是撤销示威者控罪 第三个 追究警队滥用暴力及权力 第四个 全面收回612暴动定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香港的这个抗议的组织者 似乎因为我觉得她所说的这个联合群组 应该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整个这个游行的组织者 那么他们对于林郑月娥的最新的记者招待会的谈话 他们所做出的这个四点的诉求 我们可以看到已经不包含对林郑月娥下台的这个诉求了 我个人的看法呢 是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呢 是林郑月娥要被北京方面去把它当成替罪羊 也就是被辞职 这个说法呢 已经是广泛的都在媒体里面传播了 所以呢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已经成为未来可能要发展的一个 趋势的话 那么现在可能抗议的人就觉得没必要在这方面再花费更多的力气 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 就是我一直是认为就是 其实我对于林郑月娥这个人本人在这一次香港是抗议事件之前 我对她是不了解的 那我有注意看了一下她在这一段时间 她的一些表现 别忘了她的身份作为一国两制 香港这个特别行政区的特首的话 她实际上 她始终是处于一个两重角色 也就是一国这个角色 她某种程度上是要受中共的操控的 这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对于究竟是她自己 也就是香港政府要提出这个草案 还是说是中共的旨意 我更倾向于后者 第一方面就是这个一国两制本身 她这个体制造成的 下一方面如果大家去关注一下前一段时间 那个中共的一个军方的高层 徐燕她所发表的一番 对于香港民众有非常大伤害的一番话 那里面呢她也提到了林郑月娥 我们来听一下 过去我们讲一个大教训 过分强调两制没强调一国呀 去年咱们新特首林郑月娥上来之后 就两件事干得好 第一件事 你站住闹事的判刑 第二个来讲 从今年开始教材的改 你得用中国 中国公民的教材 你怎么能用英国熟的公民教材 所以我们可以从刚才徐燕的那番谈话 能够感觉出来 中共可能是觉得 对之前的特首 也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掌控度 还太弱了 所以从林郑月娥上台以后呢 中共应该是加大了 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掌控度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林郑月娥 在6月12号 把民众的和平示威定性成暴动手 她的那个眼神 我的感觉 她是照着一个稿子念 自己的暴动行为 是任何文明 法治社会都不能够容忍的 很清晰 这些已经不是和平集会 而是公然 有组织 这样发动暴动 以及她在今天 对香港民众真诚道歉 我个人是愿意用真诚这个字眼 从她刚才所说的 I personally shoulder more responsibility 也就是说 她个人要在这次事件当中 承担更多的责任 以及她后面的 我个人的眼 感觉呢 是相当真诚的一个道歉 所以从这方面呢 是凸显了 她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而且从她 以前的围观的一些履历 和可以说是一些政绩 比方说是处理2008年的金融风暴 那个时候 她已经在香港政府做事了 以及另外一次 好像是一次病疫的疫情的控制 在这两方面 她的处理 都是得到了香港民众的一些认可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 就是说她一直是在两个角色当中 就是一国 同时呢 她又作为一个香港人 本土人 要两制 要维护香港人的利益 所以这一次 我个人是相信 她是吸取了很多的教训 有人说就是 未来如果她下台的话 那么她继任她的人 应该是 在中共来看 是一个比林郑月娥 更强硬的角色 所以她既然要新官上任的话 她一定会推行一套 更亲共的一套路线 所以我个人觉得 在新上任的那个人 和林郑月娥 目前她已经说了 她表达了很大 她说 她已经知道 未来三年 她最大的责任 是要重建香港民众 对她的信心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如果她能够在 一国两制 也就在两制 也就是维护香港的 民主自由和现有的 所有的民主自由的权益 在这方面 多做努力的话 香港民众可能面对 她或者是未来一个未知数 而且这个未知数 很有可能是更亲共的情况下 香港民众可能愿意选择 继续让林郑月娥继续担任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从今天在林郑月娥发表这番谈话之后 抗议的主办方 他们所发出来的声明里面 我们已经看不到有关要求林郑月娥下台的这个诉求 关于香港的这个时政话题呢 我现在在这个视频里面先告一段落 待会我还会继续分析 敬请大家继续关注 好 这个视频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